内政部营建署从民国81年开始执行淡海新市政开发计划 而目前淡海新市政特区分为两期四区开发 不过对于新北市政府打算接手向中央开发二期的主导权 要如何规划市议员郑宇恩氏认为 二期开发是不是有期必要性或是范围必须再进行重整 而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重点 为了疏解台北都会区中心都市成长压力 配合土地储备制度解决都会区住宅不足 以及房价飙涨问题 内政部营建署从民国81年开始执行淡海新市政开发计划 而目前淡海新市政特区分为两期四区开发 采区段征收方式办理 虽然目前一起已经完成征收 不过对于新北市政府打算接手向中央开发二期主导权 要如何规划市长则说还要与中央营建署 来进行协调 有关这个淡海新市政二期的部分 我们是跟营建署还在协调 因为包括第一期的如何的交接 第二期的如何的来接棒 来继续规划 很多民众都在等待这个二期的开发 但是余恩这边认为说 如果一期这边还没有开发完成 我们就来做二期 其实对一二期的这个发展都不是很好 那我们当然希望说政府能听到民众的声音 确切的检讨二期开发的范围 由于目前淡海新市政一期的面积为446公顷 二期更大有1167公顷 而一期已经完成征收开发 二期还在进行二阶环评 而市议员政员员表示 一期土地使用率只有五成 二期开发是有其必要性 或者是范围必须再进行调整 这都是值得讨论的重点 然后让一期的人口可以先进入 然后我们再来开发二期 那这当中二三十年 其实民众在使用土地上面的效益 二期的部分确实会减低 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赶快紧速 来召开会议了解地方确切的需求 市议员政宇恩认为 目前淡海一期都还没有开发完成 就要来开始进行第二期的开发 这样子对于淡海一期二期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因此议员也希望政府能够 窃窃的检讨二期的开发范围 让一期人口达到一定的标准 再进行二期开发 也期盼政府能够召开会议 真正了解到二期地方上的需求 也拧一套适合的开发方式 记得许多应该是采放报道